7点19分早安气象时间 提醒观众朋友们 今天无论在哪一个县市 午后外出的时候 最好都要带伞 因为今天整体的环境上不太稳定 降雨几率也会比较高 我们先来看到 今天早上的雷达回波图 会发现说 在中部的山区 以及南部地区 已经下起了零星雨势 那么越晚雨还会再 更加的明显 来看到今天的地面天气炉了 今天台湾位处在一个 大低压代的环境当中 加上说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 所以说尤其南部地区 要严防有好雨出现的几率 那么来看到今天 整体的降雨热区了 主要在中南部地区 今天不定时的整天 都会有雨之外 包含了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在山区 各地午后的时候 降雨几率也会增加 那么来看到晚上 到时候西南风更加的强盛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要严防有短延时好雨出现的几率 而这样的天气状况 会一直从今天晚上 到礼拜二的清晨 雨势就是最猛最大的时间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整体的雨时长 而且雨趋广 南部地区就是要 严防有好雨出现 而在各地区 降雨几率也都会比较高 那么这样的天气状况 一直延续到礼拜二的白天 到时候雨势就会有所趋缓 不过整体的天气状况 还是不太稳定 水气偏多 礼拜三之后 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就增强 所以一天比一天 雨势还会再更加趋缓 会逐渐的稳定 不过要提醒您 因为从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 适逢到今年第二波的年度大潮 所以说在西部沿海地区 以及低洼地区 沿防海水道灌 以及有积水的情形发生 那么各地区的温度状况 来看到今天 西南部地区大概就是 二十九到三十二度 东半部三十二到三十三度 这样的天气状况 会一直延续到礼拜三 没有下雨的时候 感受上就会比较闷热一些 最后提醒您 今天在沿海空旷地区 有强震风出现 所以海边活动还要多加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